歡迎回來新聞現場 來關心這個高雄彌陀三十號 晚間七點多是傳出了槍擊案 遊民十八歲的男子重彈送醫 而逃跑的四名嫌犯 也在六個小時內落網 警方調查之後 研判是債務糾紛引起的衝突 十一月三十號晚上七點多 薛姓男子帶著三名朋友 南下追討一千三百萬的債務 結果反遭欠債的 林姓男子設局 開車堵住去路 持槍械射擊 造成薛姓男子大腿重彈送醫 走去路拿出來 都沒有 警方在六個小時內就逮到 林姓男子在內等四名嫌犯 但是當他們被移送 地檢署附訓的時候 其中兩名嫌犯的家裡 卻遭到不明人士開車衝撞 白色轎車先是撞開鐵門 接著立刻往裡頭衝撞 連續撞了兩次 還可以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 駕駛衝撞完之後 隨即逃逸 民宅鐵門被撞凹 玻璃門也破了好幾扇 機車被撞成一堆廢鐵 警方事後追查 開車的竟然是幫忙薛姓男子 協調債務的黃姓男子 原來薛姓男子南下討債的時候 透過中間人黃姓男子 找到林姓男子 但是事發當天黃姓男子跟他的太太 卻被林姓男子找人帶走 之後才爆發槍擊案 雖然當天就放人 但是黃姓男子不滿 才會開車衝撞 黃姓男子因不滿替有協調債務 反遭刁難 導致事後自行開車前往被害人家中 衝撞鐵門 黃姓男子不滿 當中間人幫忙協調 竟然被林姓男子派人押走 懷孕的太太還因此出血 一氣之下才會開車衝撞 現在警方逮捕這一名黃姓男子 在訊問之後 也將他移送法辦 記者楊宗明 高雄報導